歡迎收看今天的九妹開箱區 我是九妹 今天要給你帶來的開箱 是我個人超級期待的一次開箱 為什麼呢 因為接下來要給你帶來的這個品牌呢 除了他本身還蠻昂貴的之外 也是耳聞這個品牌很久 嚮往了很久 卻從來沒有用過他們家的產品 今天終於有機會可以為各位來揭露一下 到底這個牌子有什麼魅力所在 所以我們今天要帶來的就是 這個 那這個呢就是Sennheiser 所出的電競耳機的其中一隻叫做Game Zero 他有Game Zero跟Game One 那今天未貴帶來的是Game Zero 那先簡單講一下Sennheiser這個品牌 這個品牌呢是在 我們耳機界發燒客發燒友當中的 響噹噹的一個品牌 他在耳機界當中除了有 非常好的一個名聲跟表現之外呢 他的很多支耳機其實都是很經典的 我稍微的查了一下他在台灣的一些定價上面 其實真的是不便宜 這支台幣定價大概是一萬塊上下 美金大概是三百美金上下 所以真的是相當令人期待 但是這個價格又有一點距離感的耳機啊 所以到底值不值這個價格 馬上來看看吧 後面中可以看到的就是這一次的主角Game Zero 上面寫著大大的產品名稱 然後畫面右上角的二人代表的是兩年保固 如果你是在台灣你買的不是水貨喔 只要你是有金油代理商買的 都會有這個防盜的標籤喔 所以基本上都是正貨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他裡面長什麼樣子吧 那一樣把這個封套拿開來 封套放這邊 然後呢打開來還有一個完整的盒子 然後其實很有質感啊 這個就是一個樹面的一個紙的一個盒子 然後上面還有一個銀漆 上面一樣是寫著Game Zero Gaming Headset 電競耳機 然後就要打開來囉 要來囉 一萬塊的電競耳機 要來囉 登登登 哇嗚 那打開來還有一個 打開來盒子之後呢 還有一個盒子 應該算是這個耳機套啦 耳機套 那來看一下裡面是什麼樣子囉 嗚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的耳機的本體 這邊還放了一個 這邊還有一個吸正面 所以 基本上保護的措施是做得很周到的喔 那這說到最小 他特別有強調說 這個因為電競耳機 那設計給大部分很多玩家是男生嘛 所以他的尺寸其實蠻大的 所以到時候呢 戴上去 應該因為我頭蠻大的 所以不知道可不可以戴的上去喔 大家可以看到旁邊這邊還有一個麥克風 然後這個麥克風的設計我非常喜歡 而且也是很顯眼的一點 你可以看到很多射擊遊戲的實況主 或者是射擊遊戲的電競選手 都是用這隻耳機 你怎麼去認得出來他用這隻耳機呢 你從他的麥克風這邊設計就很容易認出來的 第一個他是類似一個長方形的一個口 然後他裡面的這一個濾網呢 圖有一個亮面的紅色的這個旗 所以其實很好認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亮亮的裝飾的點綴 所以基本上呢 這一隻的整個元素就是紅黑 那聽說他也有白色的版本 那我這次拿到的是黑色的版本 然後給他看一下這個側面 本體是磨砂的塑膠 那摸起來其實蠻順的 那在側面的部分呢 除了有一個Sennheiser的logo之外呢 這一邊裡面底面是亮面的金屬 就是假設有一個情境啊 你跟線上的隊友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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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一半 突然女朋友或是家人要跟你講話 那這個時候呢就可以把他掰上去 有沒有聽到一個聲音來 對一個掰了一個聲音然後他就靜音了 所以他其實不用收到最上面的角度 很多情境你就把他掰上去就靜音 然後想跟隊友或是想要回到遊戲當中再把他拉下來 又可以繼續的來做溝通 那這個是左邊左耳的L 在右耳的這邊呢你可以看到有一個音量的旋鈕 那你可以去快速的調節音量的大小 然後馬上的來帶帶看這一把耳機 然後順便來聆聽一下 他在音質上面的表現吧 好的各位我們現在已經戴上了這一把 Sennheiser GameZero的耳機了 那先跟大家講一下我戴上去的這個感受 其實戴上去其實還蠻舒服的 我大概已經戴了半個小時左右了 所以他的重量不會說到太重 其實電競耳機要能夠長久戴是很重要的 因為大家如果長時間在玩遊戲啊 長時間在聽音樂的話呢 如果他會假耳或是太重的話 我覺得在使用上的感受 會比較不好 在這一點我覺得 這一把GameZero做的算不錯 那你現在聽到的聲音是我直接的 使用他的這個指向性的麥克風 直接來做收音 當然可能不會像我平常的那種 專業式的電容麥克風一樣 聲音那麼的渾厚那麼的有磁性好聽 但是我想以隊友之間溝通來說呢 這個聲音應該也是OK的 然後馬上來順便測試一下 他把它掰上去之後呢 會不會靜音喔 所以我現在持續的講話 那麼你看他會不會突然靜音喔 一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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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得到嗎?聽得到嗎? 聽得到嗎? 啊聽到了聽到了 所以這邊剛剛掰上去就直接靜音了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把耳機在音質上的表現 我剛剛帶著他大概打了三個多小時的遊戲 第一個遊戲我玩的是Overwatch 那我覺得這一把耳機Game Zero表現得非常的棒 他在Overwatch當中呢包括了敵人的腳步聲 包括了敵人的招式所使出來的一瞬間的那個音效音 其實聽得都很清楚 所以對於我們在一些比較需要聽細節音的一些競技的遊戲當中 我覺得他的表現算是相當出色的 那第二個遊戲我玩的是文明帝國 其實文明帝國呢 他就競技性沒有那麼強 但是他有很多的背景音樂 那在聽背景音樂的時候我發現其實這一把Game Zero拿來聽音樂也是很好聽的 因為他的低頻中頻高頻的分配我很喜歡 然後呢算是還原度我覺得蠻高的 但是他的低音並不像其他的電競耳機低音那麼重 如果你是很喜歡低音的團點的話 可能就要想一下 因為他不是刻意的把低音加重 總結一下這把Game Zero的優點跟缺點 優點的部分其實非常的多 第一個就是音質 我覺得音質算是相當的棒 算是完全的符合了我對Sennheiser這個品牌的印象 第二個優點呢就是他的一個麥克風的設計 我覺得很漂亮 然後呢他的一個靜音的功能也很方便也很快速 最後呢是這一把耳機長時間的搭帶 佩戴 我剛剛戴了大概三個多小時 其實並不會特別的疲勞 這對我這種大頭來說 平常戴耳造式耳機或假耳的人來說 算是蠻不錯的 所以這把耳機算是很出色 那有一個缺點 這個缺點我想你們現在心中有想的跟我一樣 就是這把耳機定價有點貴 以電競耳機來說呢 一萬塊的一個定價 就算特價好了七八千 你可能也買不下手 但是沒辦法 這個就是Sennheiser 如果你們知道這個品牌 你對這個定價 一定完全不會訝異 那如果你不知道這個品牌的話呢 我覺得你可以觀望 你可以先去看看一些大家的評測 或者是你朋友有這個牌子的耳機 你試試看 我想或許有一天 你會覺得這個牌子的音質 是有它的價值所在的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開箱 大家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一個讚 那想要看到更多開箱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